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想事情的原则和办法 很有趣 在极西方的地方 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 那里有一个故事 叫做知诺贝论 有一天啊 一个跑得很快的大英雄遇上了一只乌龟 乌龟说 你如果跟我赛跑 你永远追不上我 客室前方 宁毅正在笑着讲客 拿粉笔在黑板上画着线 大英雄说 就算我跑得再慢 速度也是你的十倍 怎么可能追不上你呢 于是乌龟就说 那我们打个比方 你距离我有一百丈远 你速度是我的十倍 然后你来追我 当你跑了一百丈的时候 到我现在的位置 我往前跑了十丈 所以你继续追了十丈 这个时候我又往前跑了一丈了 你追过这一丈之后 我仍然在你前面 你可以一直接近我 但却永远都追不上我 大英雄觉得他说的没有错呀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的课程总是这样 明明说些大学中庸之类的课程 偏要扯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通常都比较有趣 后方名叫君武的那名新弟子举手道 先生 希腊在什么地方啊 于是宁毅又笑着开始讲解希腊 看着这般悠闲的几乎全部将今天 甚至看来未来将苏家最近一个多月来的变化 放在心里的身影 再配上那定风波 古怪的感觉便又浮上来了 他皱起眉头 好扮上方才转身离开 这力衡写词的功力真是深厚 竟单凭一手词作也能这样影响到他 苏重华心中想着随后摇了摇头 上午渐渐地过去 时间到了下午 苏家的一些院子里聚满了人 热闹得犹如年冠一般 到得此时阵营终于已经开始变得完全分明了 不用顾忌太多 只要去等待着今晚的事情便行了 大房 二房 三房 一些人还在陆陆续续地赶回来 苏玉所在的院子里 今日也是拜访者不断 嗯 我也是觉得 二丫头执掌家中这么多的事情 毕竟也是压力太大了 她的能力大家当然也知道 若是大房有个能接手的男丁 就算这次出了事 我们倒也觉得可以让她继续管下去 可 可毕竟 此时这三房的形势 确实不好再这样硬耗下去 三哥 哎 若是博庸没有出事 待客的房间摆设并不算华丽 但显得沉稳雍容 苏玉坐在上手的位置上 主着拐正 下方的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这都是家中的老兄弟了 今晚的宗族大会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要他们来出面拿了这个主意 晚上要商量的事情 眼下总是通通气 先商量个轮廓出来为好 撇开各种立场与屁股问题 他们何尝不知道苏坦尔的能力 可眼下苏家的情况毕竟是三房夺产 苏伯庸倒下了没办法 苏塔若再死撑到头来恐怕就变成恶性循环的内耗了 苏玉显然也是明白这些事情的 只是道德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标态 这位老爷子的威望毕竟是太高了 他不表态 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有个轮廓 到了晚上说不定就得吵起来 都是老人了 大多都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三房争产毕竟还是由苏玉坐镇 若老爷子心里转不过弯来 到了晚上非得站在孙女的立场上 与众人死磕 那这个家后果可就难说了 虽然这些年来苏玉一直都非常清醒 但人老了 谁也不知道他今晚会不会突然钻了牛角巾 所以啊三哥 这些事情你总得给个话才是啊 下方的老七有些焦急 站起来说着 看了看其他人 另外的几个老人也跟着附和起来 苏玉将眼睛睁开一条缝 眯了他们一眼 什么话 二丫头的事情 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总得有个准数啊 您说话 我们心里也有个底了 我心里都没底 怎么给你们准数 哎呀 不是啊 三哥 这次的事情 您不能没底啊 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听您的呢 到了晚上 总得听听老大 老二 老三他们怎么说 其他人怎么说 二丫头怎么说 这事情才分明 大家也才看得清楚 三哥 您这就是胡说了 他们会说什么 到时候当人要听 可大概会说什么 大家都清楚了 您不先表个态 我们就 抱歉 拨杖顿在地上 苏玉望着前方这五十出头的七地 随后目光转柔叹了口气 哎 不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总之 这种时候有道理的你们就跟 没道理的你们就放 大家不说蛮话也就是了 这事情 我现在也看不清楚 老人闭上了眼睛 继续养神 总之 晚上再说 下午的日光照在门口 洒下一大片明亮的光蛆 嗡嗡嗡的议论声 随后又响了起来 继续 刷刷刷 刷刷刷 稍显僻静的茶楼之中 三个丫鬟正与几名掌柜 正在忙碌地翻动着许多的本子 在身前抄写着东西 对面则是属于乌家核心的几个人 日光洒下乌檐 有风吹过来 偶尔有小声的交谈 苏塔儿坐在一边 安静地喝茶 自从乌家服软以来 一切都很顺利 眼下双方几乎都要形成合作的默契了 当然 合作的那一方是绝对不会开心的 乌气龙也在不远处 安静地喝茶 看着脚前不远处的光斑 自从第一天之后 乌城后就没有再来 一直是乌气龙坐着主导 今天晚上 听说薛妍他们约好了 在世子街那边的月香楼吃饭 李家 陈家也多半会有人到 乌气龙吐出一口茶木 仿佛在说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他们很关心这件事 之后的表情可能会很有趣 他说着有趣 脸上的表情可是完全有趣不起来 苏塔儿也已经懒得拿这些事情来刺激他 第一天算是针锋相对 首先给人下马挥 死后便无所谓这些 按照之前说好的 其他的事情 今天也该告诉我了 乌气龙往旁边看了看 待会儿能晚点告诉你 就晚点告诉你 我高兴 随便你 苏塔儿将目光转向一边 不过 人要是被你脱跑了 我咽得下这口气 我父亲 也是咽不下的 哼 乌气龙冷哼一声 过了一会儿 你那相公 现在在干嘛 自处走走 找朋友下棋 或者去听哪位姑娘唱戏 苏塔儿仰头笑了笑 相公在外面的事情 我这当人妻子的 可也不好多问 把家管好便是了 宁毅确实在看姑娘家演戏 逐气的二楼之上 宁毅正在一个席位边坐着 喝茶 吃小点心 如今在这酒楼之上 也长期有人在前方 弹唱表演 当然 宁毅看的演戏 不是指这个 袁锦儿此时就坐在 他的旁边 而在斜对面的不远处 名叫柳清迪的那位大才子 也正坐在那 将注视的目标 将注视的目光投过来 前些天柳清迪就已经找到了竹记这边 不知道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袁锦儿的 但无论如何最近他常来 今天袁锦儿在这边 宁毅也在 于是他就失失然地坐过来了 跟宁毅的态度蛮亲密的 江湖传闻 袁锦儿以前跟曹冠 柳清迪都有一腿 才子家人之间的感情具体有多深很难说 或许到不了以前顾燕珍那种畸形心理 不过柳清迪对宁毅的芥蒂也是其来有自的 各种复杂理由 譬如大家都是才子呀 譬如袁锦儿那次的表演啊 老被这样盯着 宁毅也是有些无奈 这梁子横竖在燕醉楼就已经结下了 而且看起来一时间也解不掉 哼 你觉得有意思吗 宁毅笑着往袁锦儿靠靠 有意思呀 袁锦儿同样靠过来 一副小鸟依人状 实际上宁毅一点便宜也占不到 花魁就是花魁 手底下保持着距离 将宁毅往这边推 云竹呢 云竹姐说 她就不出来凑热闹了 在里面整理账本呢 也只好小女子出来 配配你这个大英雄了 实直东出 两人的衣服都有些厚 袁锦儿也穿得漂亮 两人看着靠在一起 在那隔了一小段空间挤来挤去 柳青笛在那边看得两眼直冒火 既然现在我们情况这么暧昧 你说我要是轻薄你一下 是不是也非常合理 好啊 本姑娘豁出去了 这色相就牺牲掉了 也好让云竹姐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会怕吗 来呀 有便宜不占的话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 袁锦儿抿嘴一笑 清纯无比 两人目光在空中相交 产生了火花 下一刻 宁毅正打算做些危险系数高的动作 袁锦儿身形一拧 啪的一声 清脆的耳光响起在二楼的厅堂内 原本在那边对这对狗男女的行径 不愿意再看的柳青笛将目光望了过来 其他人也都朝这边投过来注视的目光 视野之中 那清纯美丽的少女站起来之后朝旁边仓促退了两步 桌上的东西都在光朗朗的响 她一只手捂着自己的侧脸 双眼望着坐在那儿的凝翼 眼泪已经出来了 为时事梨花待雨惹人怜惜 流氓 糟糕 被抢先一步 方才那耳光根本没打中 袁锦儿看起来是陡然站起 一巴掌挥了过来 实际上只有衣袖拂过了宁翼的脸颊 但袁锦儿舞蹈出身 此时那衣服袖子又大 她双手啪的在下面拍了一声 在旁人眼中顿时便看成了非常丢脸的耳光 轻手 猴姐 当头子 袁锦儿抹着眼泪朝宁翼单眼眨了一下 宁翼撇撇嘴 算你狠 那边柳轻敌已经豁然站了起来 袁锦儿道 人家心里还没许了你呢 你 你怎么能这样吗 然后跑掉了 酒楼之中大概不止柳轻敌一个愤慨 但听得袁锦儿最后那句 仿佛娇吞埋怨的语气 一时间又觉得不清楚了这两人的关系了 宁翼叹了口气 举起茶杯将脸撇向一边 这茶没法喝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114章 下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去58雅居 后期制作 去58以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